为什么40到50岁的男人喜欢暧昧和出轨 因为这个年龄正好是男人的中间叛逆期 我的粉丝啊 徐宇世 他正好咨询了我一个类似的问题 他说老师您好 上个月我无意间发现老公手机里有暧昧短信 还是我老公主动发的 时间都是我带着孩子不在家凌晨发的 我们35岁的时候结婚的到现在都12年了 这一路走来我们很少吵架 婚后我全职在家带孩子 老公在单位上班 经济上没什么负担 除了小孩子的一些事情我们会拌嘴 老公的性格类像话不多说 我呢挤性子 这几年带孩子下来发现更焦虑了 事后我也问过他 但是他说要相信他就没有过多的解释了 现在因为小孩子临近期末考试 不能耽误孩子 所以我也就忍了 但是心里很不舒服 周老师我应该怎么办 我看到这个信息啊 我想说你们35岁结婚今年 结婚12年 也就是你们都47岁了 47岁这个年龄正好是处在男人的中间叛逆期的中间 而从你的描述来看 你们的婚姻是比较稳定的 生活模式也是很固定的 你主类他主外不怎么吵架生活平淡 你老公呢性格又很内向 是比较本分过日子的男人 这是你认为的啊 可正是因为他一直以来都是很本分的 反而中年叛逆的可能性会比较大 因为他这辈子没体验过刺激 或者说他没有体验过激情是什么感觉的 他就是经经业业工作负负责任的照顾家庭 小的时候可能是挂孩子长大了是好男人 这些只是他给别人展示的样子 但他也许也是有欲望的 而这些欲望需要和野心他都只能掩盖住 直到现在爆发 所以他和别人暧昧对他来说 是在用语言进行的一种情绪发泄 他说你要相信他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就是他也知道这样不对 觉得愧疚他不好意思 但是他想要体验刺激的那个叛逆的欲望 他自己就控制不住 所以他想要你给他时间让他用自己的方法 把这个事情给解决掉 不影响家庭 那第二个原因就是他不觉得暧昧是个事 他让你相信他不会去做更过分的事情 但无论是哪种原因 我的建议就是 你们要安排起来你们的日常生活 你们要让你们的日常生活不一样起来 比如说可以带他去旅游 你们要去换一个地方约会 然后当然不要带着孩子 就是你们两个人 让生活有一点改变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穿插着给他强调 暧昧其实是个很大的事情 以后不能再这么做了 这么做真的伤害感情 而且在他叛逆期间 其实你需要支持他的一些不过分 但是不一样的想法 这样他很快才会从叛逆期度过出来